这部分我们开始讲用户设置 就是用户设置界面 这块其实也是和登录注册这块 正好是相逢相成的 就是登录注册完了之后有了用户信息 然后我们就可以进行用户设置 然后这部分应该也是属于 用户管理的一部分 就是登录注册对吧 这是用户管理的一部分 然后用户设置也是用户管理的一部分 所以说我们先把用户管理的一部分做完之后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做 那个微博相关的一部分 好我们看一下我们本章 整个大部分的一个过程 首先还是页面 因为我们把这个页面给弄出来 包括那个模板和路由 这是页面这部分 然后呢是开发接口 接口这部分呢 其实内容还是比较多的 像修改信息 这个里有是吧 修改密码 然后推出登录 这几个 然后图片上传 因为修改接闭信息的时候 我们可以上传头像对吧 所以说图片上传我们得做 正好我们可以积极学一些 很多颜色 怎么去实现这个图片上传 最后是再来测试 好的我们继续看吧 就看这个页面的设置 首先页面呢 我们肯定要回顾一下技术方案 就是看看我们当时 做那个技术方案设计的时候 这个页面这块应该是怎么做的 然后是查看模板代码 模板代码嘛 跟之前那个登录和注册一样 就是我们不会去 那个手写了 我们把模板代码查看一下 这块 就是因为它比较简单嘛 也是前段的内容 所以说我们就查看一下 然后查看完之后 我们知道它是什么意思 然后我们就继续开始进行开发后的接口 对吧 最后开发接口 就是我们一看一些页面中需要哪些接口 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就是像修改界面信息 像推出登录 像修改密码 像商量图片 等等这些接口 好 这个图大家应该有印象 就是我们之前统一看过 这所有界面的这个原型图 这个地方我们关注三部份信息 第一部分信息就是这个上面这个路由 这个setting 也就是说我们通过访问setting 我们去访问这个界面的路由 然后第二部分信息就是 黄色这个标签 里面写的是每一块需要的接口 像这部分修改用户信息 这个地方呢 就需要这个修改个人信息的接口 然后还要上传图片的接口 因为它这个地方可以上传图像 然后修改密码也需要个接口 然后推出登录也需要个接口 总之是需要四个API 就是后段需要提供四个接口才行 第三个部分我们需要关注的是什么呢 就这个页面整个渲染的时候 和登录注册是不一样的 登录注册他们渲染的时候 他不会去服务端拿取任何信息 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地方 永世这个地方 就需要去服务端拿取一部信息 就是你访问用户设置的时候 这个修改用户信息这个表达 肯定得先显示一下 你当前的用户信息 对吧 不能显示空吧 对吧 比如说我们这个地方 要显示一下当前的用户名是谁 对吧 要显示一下当前的程式是哪个 显示一下当前的头像是哪个图片 对吧 然后你修改了 那你再修改 OK 所以说就这三部分 一个是路由 一个是那个 接口 一个是那个 这个页面上可能要展示一些 EGS模板 然后这个模板呢 我们从我们先好的模板 直接拷贝过来 好 保存 拷贝过来之后 我们就看一下 首先这个结构还是一样的 我们看一下 上面是一个 引用的header 对吧 然后传入了标题 然后是不是需要导航呢 肯定是 对吧 这个我们就不再讲了 我们之前讲过两遍了 那最后引用一个footer 就前后是一样的 然后中间呢 是一个DIV 就是一个容器 然后下面的是一个script 跟我们登录注册 这个结构是一样的 容器这部分 就显示一个 页面显示的内容 script应该就是 提交各个API的一个 2.x的代码 好 我们按着看一下 然后容器又分为 左侧和右侧 右侧没有内容 所以说这个地方 留着也可以 删着也可以 然后左侧有什么内容呢 我看一下 应该是分了 大约就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修改界面信息 然后修改密码 然后这个地方是 推出登录 对吧 那我们先看第一部分 修改界面信息呢 这个地方 大家看 有昵称 有程式 还有头像 这三部分 也是因为我们的系统中 也只是做这三部分 如果是你的 你想自己扩展一下 比较多的部分 比如兴趣爱好之类的这些 那你就可以在这个地方 再加嘛 对吧 当然相应的数据库里面 你也要加 接口里面也要加 这个整个这个流程 肯定是也都要加的 好 我们看一下 每一个部分的这个import 就输入框里面 其实它都需要一个变量 你看这个地方呢 它要用EGS这个模板的形式 显示一个nickname 所以这个地方显示个city 然后这个地方显示个picture 就是picture 就是这个图片的这个src 显示个picture 所以说 我们再现这个EGS 是我们要传入一些数据过来 对吧 就是我们传入的数据里面 一定要有用户当前的拟称 程式 以及这个 它图像的这个图片的地址 对吧 所以说我们在渲染的数据 就不能像登录过注册那样 去直接渲染出来 不传递这根数据了 好 然后 下面有一个保存 保存就是保存基本信息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保存 就这个ID 它在执行的一个 哪些工作 应该在这儿 对吧 比如说我们点击一句话 基本信息的时候 其实它干什么呢 就是获取这个昵称的这个值 就是你输入的这个值 因为你要修改吧 对吧 然后获取程式的这个值 然后获取这个头像的这个图片的这个地址 SRC这个地址 然后我们去调用这个API user ChangeInfo这个接口 然后把这三个传进去 然后就完事了 这就是修改基本信息 所以它传入的是这三个参数 然后需要调用的是这么一个接口 然后这个接口呢 我们接下来就会实现 大家注意一个地方 就是我们其实修改头像 我们传入的是头像的一个什么 一个SRC 也就是图片的一个UIL 对吧 我们数据库里存的也是一个图片的UIL 好 这是修改基本信息 这个地方还涉及到上载头片 就是我们看一下 这有一个基本信息的这个image 这有个import typefile 就是它上载头片 我们看一下上载头片 上载头片逻辑在这儿 应该是 就是当这个filepicture 就是这个filechange的时候 我们选择了新的图片的时候呢 它就会调用这个APIUTL 它上载头片是一个公共的功能 对吧 我们之前解释过 它就调用这个APIUTL upload 然后把这个文件传上去 然后最后就是看成功失败就可以了 如果成功的话 我们就把这个 Data的URL 我们就是后端 就上载成功的话 后端会返回一个URL 然后我们把这个URL 复制给image这个图片就可以了 所以说 比如说我们要修改 基本信息里面的头像 我们先做的肯定是上载头片 对吧 上载一个新的头片 然后把这个URL返回 返回给这个图片的这个SRC 然后我们再去点击 修改信息的时候 它其实这个地方 获取的这个SRC 就是一个新的图片地址 也就是说我们 通过保存一个新的图片地址 就把我们优惠的头像 给修改过来了 好 再往下修改密码 修改密码这个比较简单 这个里面Import里面 不会去获取后端的信息 因为密码是 后端是不会传以前的 只允许前端去 自己输入去修改 一般情况下 是需要输入一个当前密码 对吧 然后输入一个新密码 就是你新的密码 然后再输入一个确认密码 然后这两个新密码 和确认密码要保证一致 对吧 所以说我们看一下 点击这个修改密码的 这个按钮的时候 它做的工作 就是获取当前密码 然后获取新密码 然后获取确认密码 然后还要保证 这个两次修输的新密码 是一致的 对吧 还要保证这个新密码 和确认密码是一致的 还要保证一个什么的 就是当前密码 和新密码不能一致 就是你当前密码是123 你新密码还是123 这个地方我就 直接给你那个打回了 不让你修改了 然后再往下就调用一个 API user change password 这么一个接口 然后把这个老密码 和新密码 全部传进去 我们修改密码 按理说应该传个新密码 就行了是吧 但是修改密码 这个是它必须要谨慎一些 然后我们还需要通过密码 去判断一下 它这个老的密码 是不是对 如果是你老的密码 就是老密码忘了 然后你去修改新密码 这个是不允许的 我们在一些APP里面 或者是一些网站里面 应该也有这种 类似的经历 就你老的密码忘记了之后 你去修改密码 这是不成功的 所以说我们这会儿 模拟的也是一个 真实线上的一个 修改密码的一个流程 好 然后掉完这个接口 然后传入这两个参数 最后就看看 是不是成功 对吧 修改成功之后 就把这几个input 就给清空掉 密码的input 全部是清空的 就是等着用户 自己去输入 最后一个就是退出登录 退出登录 其实就是一个按钮 然后click完之后 一个confirm 就是谈框 确认是不是退出 如果是的话 就给它掉一个API 有点logging out 这个接口 就是一个接口 不要传什么参数 最后就退出了 退出之后 我们要返回一个 退出登录 应该这个地方 应该返回一个什么 返回一个logging 对吧 应该是 退出登录之后 返回一个 登录的那个界面 让它重新登录去 它如果不愿意 重新登录 那就算了 对吧 OK 那这就是我们 整个的这个模板 这个模板 大家看来 应该没有什么 太大的疑问 其实这里面的 什么class 什么意思 等等这些 这个class 这个大家都不用关心 这是那个boostrap 里面规定的一些类 就是我们这么写 才能出来 那么一个界面 其实我们更加 关心的是什么 更加关心的是一个 前后的那个交互 对吧 后端往前端 渲染什么数据 然后前端往后端 去提交什么接口 这是我们更加 关心的一个事情 OK 那我们关掉 我们把这个路由 给建一下吧 建完路由之后 它这个页面 就出来了 对吧 好 我们打开 route 就路由那个面加 然后view 因为它这个页面 所以view 然后里面user的gs 这里面我们已经有一个login和release 对吧 登录和注册 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再写一个route get setting setting 这个地方对吧 就是这个访问页面的路由 然后sync ctx next OK 那这个地方就 avatectx.grunner 跟这个地方一样 然后我们要把这个setting 就是刚才那个egs文件的文件名 给它写在这儿来 然后接下来我们还要传一些数据 对吧 我们刚才说过 我们要传一些数据 它里面要带着这边 泥称啊 city啊 这些东西 对吧 所以这个数据怎么传呢 这个数据其实就是什么 就是我们的session 大家可以回顾一下 我们当时在做登录的时候 就是 登录完之后 往这个session.grunner 里面塞的什么东西 塞的那些数据 正好是我们这个设置这个界面 才能需要的这些东西 像泥称啊 头像啊 像那个什么 还有那个城市 对吧 所以说我们这个页面 需要的这些变量 在这里面都有 所以说我们直接把session 这里面有个info给翻过出去 这个这里没错啊 然后我们需要session 这个地方又得加一个什么 加个登录验证 对吧 就是说你不登录的情况下 我不会让你去防御这个事情 所以登录验证 这个地方我们就需要把 这个 因为它的页面嘛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login Ralex给它拷备过来 OK 我们需要从这个 跑一下 很不好意思 这个地方我差点忘了 就是我们这个 现在是在master下面 对吧 我们应该是把那个 重新建一个分支 去做这件事情的啊 所以说我们这个地方 已经做了修改 对吧 正好我们借此可以说一下 就是我们这个地方 如果是比如说 你现在在master下面 然后你忘了 你应该是去建一个分支 然后去把这个修改 放在这个新的分支下 对吧 但是你现在没有建 没有建 这个时候再建 可能就来不及了 因为你这里面 已经做了修改 你再去建分支 可能会产生一些问题 那我们有一个技巧啊 就是我们用getgetstash 这个方法 可以把现在修改的 这箱子暂存一下 就是我们暂存一下 然后我们现在再看 get status 这里面是新增的 我所谓啊 就是这个修改的 这个可以暂存一下 修改的就没有了 对吧 好这个时候 我们就可以继续操作了 就是我们可以 getcheckouts 就是我们叫FutureUserSetting 这样 好 已经切了新分支了 对吧 我们看一下 现在还是只是一个新增的 也没有修改的 然后我们可以通过getstash pop这个方式来 给大家看 pop完之后 我这个修改的就已经 回来了 对吧 我们看一下getsthetals getdiff OK 所以说 就一旦你遇到我这种情况 就是做了修改了 但是你没有 急速拉新的分支 这个怎么办呢 就用我们刚才说的 这个getstatch getstatch可以把你修改的东西 先换存一下 不让它显示为修改 先把它挪到右边去 然后 当操作完新的分支之后 然后你再通过getstatch pop 把你之前的修改 再挪回来 这是一个 临时想到的一个技巧 正好是我们这个地方 遇到的一个问题 所以说我们什么时候 临时遇到问题 我们就什么时候去解决问题 OK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get add就行了 对吧 已经get add了 没关系 我们按理说 应该是先去看一下 看看是不是有报错 对吧 好 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先登录 对吧 登录 你自己来登录吧 登录完之后 我们去访问这个setting 好 我们看一下 这里面 空台里面也没有什么问题 然后这里面这个界面 至少已经出来了 对吧 然后这个昵称 大家看是里次 比如说城市没有 头像也没有 头像是morenate头像 这个morenate头像 是我们之前做那个 这个地址 对吧 这个地址是我们之前做 那个service里面 那个数据过滤的时候 就是数据那个 个人化的时候去做的 我们可以再重新再看一遍 这个service里面 有一个format 大家记得吧 这个地方也做的 然后 昵称 昵称没有 是因为我们注册的时候 我们没有设置昵称 然后昵称 默认设置为什么 默认设置为那个 用户运动对吧 所以说这个地方 辅合预期 然后头像也辅合预期 然后城市我们没有 对吧 城市是空的 这个地方也辅合预期 所以说整个这个界面 显示目前为止 是辅合预期的 也没有报错 现在我们也没法测 对吧 我们点击这个按钮 肯定都报错 就不会成功 因为我们的接口 还没有开发出来 所以说 这个界面到这样为止 我们就可以 说明它是显示正常的 然后我们还要做 一部分测试 就是说 我们有一个登录验证 对吧 这个地方 log in reddack 登录验证 那我们看一下 我们这个把这个界面 放在一个新的这段 其中我们去 没有登录的情况下 我们直接访问 也会怎么样 好 它就登录 对吧 它就会跳两个 登录界面了 所以让你登录去 所以说我们的登录验证 也是OK的 好 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代码 去提交了 给它随面一起 刚才已经get add了 你add了一遍 没关系 get commit buchar 增加setting 页面 模板 好 post orange OK 我们也已经有了 新分支了 对吧 有了新分支 也已经把这个代码 传上去了 所以说 这一小节吧 这一小节 我们就把这个 页面的模板的路由 以及页面的模板 给大家讲了一遍 并且已经运行开了 好 我先看看 我先看看